大家好 今天是3月25日 星期四 星期三晚 美國證監立了例 通過可以將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 如果三年都不能夠達到美國的會計要求 其實是針對中概股 中概股在美國星期三晚大幅下跌 有些是跌成20% 拖累到星期四 港股的中概股 中國的科技股大幅下跌 恒生指數開始跌290點 國企指數跌187點 科技指數跌228點 四大藍籍科技股領跌 騰商跌3.77% 令指數跌104點 阿里巴巴跌4.95% 令指數跌73點 美脱跌3.4% 令指數跌47點 小米跌4.6% 令指數跌45點 友邦保險成功收購 東亞保險股價升1.4% 令指數升37點 滙豐升0.8% 令指數升19點 安特體育獲得提高評級升5.6% 是升幅最大的藍籍 開始之後恒生指數跌超過400點 百度跌9% 京東跌5.7% 網易跌4% 因為蘇伊士運河受阻 油價上升 中石化升2.5% 中石油升1.4% 科技股跌幅確大 騰訊跌5.2% 跌破600元 拖累指數跌145點 阿里巴巴跌5.9% 拖累指數跌85點 小米跌7% 拖累指數跌66點 美團跌4.8% 令指數跌65點 恒生指數最低跌到27505 跌413點 幸好低位有支持 廣估反彈 恒生指數一度有跌轉升 最高升到27980 升80點 上午收市恒生指數是升10點 國企指數跌97點 科技指數跌153點 成績1200億元 下週升幅確大 恒生指數一度升100多點 有幫保險升3.1% 令指數升82點 其他的講故 高位都是守不住 由升轉到跌 最高升到2032點 升升114點 其他高位守不住 科技股再度下跌 收市恒生指數未跌18點 國企指數跌103點 科技指數跌96點 成交204億元 降估大幅波動 先急跌後反彈 好快